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去二十五年 一国两制 整体是很成功的 当然我们二十五年有高有低 像一届立法会到了依法不可收拾的地方 中央出手做了两件好的事情 第一是国安法 第二就是完善选举 也给我们政府也好 我们立法会议员有个好的机会 为香港市民去服务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前期 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军燕接受记者采访 他表示香港国安法的顺利落地和选举制度的完善 让香港出现了崭新的气象 现一届立法会没有反对派拖后腿 效率明显提升 以前的就是有什么问题 就是拉布 不给你政府做什么事情 不给你政府拨款 拖一个一国两制的后腿 还是现在就是我们能够通过法案 讨论法案 讨论拨款等等 我们可以深入讨论的问题 过去一年没有他们反对派 我们一年就做了46条法律 比以往平均都多一倍以上 我信就是下一届的政府和立法会 也有一个好的良性的互动 帮我们香港的市民谋幸福 梁军燕说完善后的选举制度确保了爱国者治港得以落实 爱国者治港并不意味着会出现一些人所说的清一色局面 相反现在的立法会包含不同背景不同专业不同阶层的议员 有更多有能力者参与进来更能够集思广益 新的议会我们有90个议员 每个议员都经过选举产生 有对青年习务很有经验的 也有教授也有香港不同的层次 不同的眷页都有 所以他们能够把现在我们市民关心的问题 共享界关心的问题 眷页关心的问题 青年关心的问题 一同带入我们立法会 当然爱国者治港 我们也有不同的意见 还是我们不同意见可以在以费众向量讨论处理 梁军燕表示要让香港市民看到 完善后的选举制度对香港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新一届立法会已准备好 与新任特区政府一同工作一同解决香港的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和政府一同一步一步去解决我们的问题 当然房屋的问题就是头等的事情 青年也是一个问题 老人也是一个问题 医疗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立法会议员 这准备好和新任的政府一同工作一同去解决我们香港的问题 日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立法会答问 梁军燕介绍会上有议员表扬行政长官的功绩 也有人尖锐批评这就是正常的行政立法关系 他希望未来双方能够继续良性互动 一同把现在良好的行政立法关系推上另一个台阶 我们立法会一定要配合政府 另外也有将政府做事 所以也有个很美妙的关系 议员们有一些好的题目提出来 我们也希望政府聆听他们的意见 能够希腊拿他们的意见 让我们能够有这个良性的互动 一定能够把良性甚至能够做得好 感谢观看